原标题,飞机的这一项数据,竟然不是固定的,不同环境会有很大区别我们在分析一款战斗机的时候,经常会提到速度,而使用的计量单位,通常是马赫。 简单的说马赫就是音速的倍数,一马赫就是一倍音速,二马赫就是二倍音速。 战斗机突破音障然而有意思的是,绝大多数的度量单位都有一个固定值,比如说一米的长度是固定的,一小时的时间也是固定的。 然而,一马赫的飞行速度,却不是固定的。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?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一马赫相当于一倍音速,但音速在不同条件下,也是不尽相同的。 战斗机突破音障飞机,飞行高度不同,所处的气压环境也就不同。 在不同气压下,声音的传播速度也是不同的。 海平面空气密度大,音速是三百四十米每秒,一马赫就是一千二百二十四公里每小时。 而到了高空情况下,空气密度降低了,声音传播速度也随之降低。 这样一来,一马赫飞行速度,降低于一千二百二十四公里每小时。 高空战斗机飞行速度更快这样看来,不管是哪个国家生产战斗机,他们所说的几马赫的飞行速度,应该都是相对的,而不是绝对的。 一款飞机如果在低空飞行时能够达到两马赫,那么他们在高空稀薄的环境中飞行的时候,很有可能会超出这个数字。 这就是为什么一般飞机的飞行高度极高度极高的原因,因为在更高的高度上,飞行速度将越快,更加上游,好,程也更加大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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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